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凉广 云南等地方 在年清明前后是温度稳定的时期 这个时候进行修剪是很好的 如果其他地区的温度没有上升至十度左右 月季则没有休眠结束 环境温度偏低 枝条活力不强 树叶流动性差 所以修剪以后会出现伤流 还有就是在给月季嫁接的时候 也要注意嫁接的时机 避免伤流过大而难以形成 预伤组织导致愈合失败 要知道的一点是 月季伤流不会造成月季死苗的 只是难以形成预伤组织 导致伤口一直腐烂 月季枝干一直腐烂 向下发黑 但一样会冒出新芽的 虽然月季修剪以后伤流 不影响月季的存活 不过还是建议处理一下 避免向下发黑严重 伤口一直流液的话 温湿度适宜也会造成病经感染 而导致病害大爆发 一、用草木灰来包裹伤口 利用草木灰的吸水性和消毒性 来快速地让伤口愈合 二、利用专门的伤口愈合剂 伤口愈合剂 在绿化上使用很光 三、保鲜膜把我伤口 避免枝条继续腐烂 再碰到这种情况 你知道这样处理了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